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今天看家中科学班这道题 现在这里有两个圆弧 两个圆弧交在这个点 接着它就说AB的长度是8 问阴影面积 关键要先求出里面这个圆的半径 假设圆形是O 这边切点把它连线 这边叫做D 然后这边再连这个线段 最关键就是圆形跟切点连线贡献 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接下来这段是R 这段的长度就是8-R 这里就是4 因此我们就可以列一个必识定理 8-R频 会等于R频加上4频 这样子可以解出来R等于3 接下来要算阴影面积 我们就把它切成3块 第一个是从左边看 这里是一个六分之一圆 这边也是一个六分之一圆 但这两个它有重叠 重叠一个三角形 所以还要再扣掉三角形 扣掉三角形之后 是这里面的部分 最后还要再扣掉一个圆 好那六分之一圆的半径是 那六分之一圆的面积是多少呢 好那对这六分之一圆 就是六分之一乘上π乘上这个8的平方 乘两份 接下来减掉三角形的面积 好这是4的平方乘上根号3 那接着呢 再减掉这个小圆的面积 好三的平方π 那整理之后呢 就可以得到此题的答案 好所以关键就是 圆心的连线 然后这边呢 做一个直角三角形 利用必识定理 就可以解出答案